主料,鲜虾500克,半喝两头,鹿损一把,辅料,姜片,盐,黄酒,糖,鸡精,生抽,准备时间,10到20分钟,制作时间,10分钟内,用餐人数,一到两人,鲜虾洗净,挑削鲜,包成香仁,包一勺黄酒,姜片,一点点盐,腌15分钟入味,先百喝洗净,包成半,鹿损洗净, 切去老根,锅里放少少油,烧热后,放卤笋,百合边炒两分钟,出锅前放一点点盐,鸡精,放盘中并排摆好,刷鸡锅,放油,倒入虾仁翻炒,放生抽,糖,盐,鸡精,倒一点点虾仁用的黄酒,加一点点糖调鲜味,吃口味更融合,但虾仁炒成油情,即可关火摆盘,烹饪技巧, 一,百合,芦笋不要炒得太软,不要放生抽这些带颜色的调料,二,糖量不要多,不能去除甜味来,因为百合本身就是甜的,三,不要用葱,酸粉气味浓烈的佐料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 感谢观看